米家智能电压力锅5升,注意事项 加水 在使用米家智能电压力锅5升烹饪食物时,加水请不要超过标准刻度线,否则将会造成一锅 锁盖只是说明 盖锅盖的时候,可将上盖定位点,对准机身开锁标识 顺时针旋转锅盖,使上盖定位点,对准机身上的关锁标识 此时锅盖完全闭合,可开始烹饪 盖子在未完全闭合的情况下无法进行烹饪 若此时按开始按键,风鸣器会联想5升,屏幕也会闪烁报警 升压 在电压力锅起压后,锅盖会为锅内压力顶起,与锅身存在少许缝隙 该现象属于正常现象,压力锅仍然严格密封,请放心使用 卸压 汤粥类食谱完成烹饪后,按压卸压按钮会有汁水溢出 属正常现象,建议自然冷却后,间歇式按压卸压按钮进行卸压 直到完全没有气体排出 开盖 当浮字阀落下时,表示锅内没有压力,可以正常开盖 浮字阀升起时,表示锅内有压力,不可强行开盖 需要先按卸压按钮排压 如果完全卸压后,按压排气按钮也没有热气排出 浮字阀仍不落下,可借助工具按压浮字阀 禁止用手直接按压红色浮字阀 待浮字阀正常回落后,即可开盖 五角微擦压 三角微擦压 八角微擦压 八角微擦压 敦有左零 三角微擦压 三角微擦压